說到另一支西甲球隊馬體會的賽後平 他們是主場對伊巴 不過這場球他們是踢得非常辛苦的 這場賽事其實要看的話就很簡單 要分析的話只是繼續留意著基沙文的位置就OK 我看球的時候只要看著他的位置 就會知道進攻有沒有機會 只要他在中間的話 進攻通常都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只要當他偶然去了右手邊的話 那就要留意了 有機會的了 例如是12分鐘和26分鐘那兩下 你看看他多適合打右手邊負責突破 你讓他運用到速度就很適合打 但是你要他在中間做組織的話 就真的不是他那一篇 因為沙奧尼古斯還很多時候會失誤和被人搶走的球 而且他在中間的話也會失去 隊友沙奧尼古斯 彈入禁區頂中間的路線 也會局限沙奧尼古斯 其實沙奧尼古斯在國家隊的時候 是得到了釋放 就已經告訴我們 他是能夠打 彈上去的進攻中場為止 但是 基沙文 整天堵塞住了他 沒有機會 那半場呢 由零比零 鬼咩 基沙文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中間那裡的 怎麼會有好組織呢 那去到下半場呢 馬體會直接就沒有再見到基沙文去右手邊 因為教練 斯蒙尼呢 是換了哥利亞進來打右邊 那基沙文就沒有機會再去右邊 結果馬體會的進攻呢 更加單調了 完全靠個人的能力 這個死球呢 或者要對手伊巴 大義 送禮 或者給機會馬體會打反擊的 那馬體會呢 真是沒有什麼辦法自己做到漂亮的組織 那那些機會全部呢 都只不過是半機會來的 並非必入球 不能夠猜到去禁區裡面 全部半機會高難度的射門動作 那所以就給了機會對手的一號門神 這個是迪米到域上了身去撲救的 那馬體會呢 4-4-2的這個結構 就好像上一季季初 王馬4-3-1-2那樣 入球能力是很有問題的 那我真是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球櫃裡面呢 是有這麼多球員 一直要踢一個自己不合踢的位置的 例如美斯呢 應該打中路的 但是被教練擺到右邊 這個連加特呢 曼聯那邊呢 應該打右路的 但是又被摩連盧折到中間的 基沙文應該打右邊 又被這個斯夢尼折到中間的 搞到呢 很多球隊今季 經常都是發揮不到應有的水準的 也都搞了賽事呢 經常都是不夠精彩的 只得緊張兩個字的 就好像這一場 馬體會對伊巴的賽事 是要去到最後才入球 是緊張而不精彩的 首先呢 是伊巴入球的 不是 偷雞成功 叫做 其實伊巴這場賽事叫做 沒什麼運氣的了 有兩球球中微 但是馬體會呢 是只有一球球中微的 這次呢 就是 又是 馬體會的 這個後防球員 烏拉圭的哥丁呢 就是犯錯的 本來其實他可以解圍出去 那怎知道呢 他短傳給對手呢 那再給對手 打個 設根參試 去偷雞成功的 那幸好 去到最後 臨完場前的 馬體會呢 都能夠憑借著 明買明買 撿一分 那否則呢 就主場要輸球的 那之前幾場的 馬體會賽後平 我都已經警告過了他們的了 就是一定要改變打法 一定要叫基沙文去右邊練習 打做半主角 最終呢 是踏至中短期進攻先 那怎知道呢 繼續是4-4-2 大部分時間 基沙文在中路 繼續呢 是靠體能呀 壓迫呀 那些樣的進攻方法 但是呢 又忘記了 其實自己已經進入了馬體會後為證 不是很夠體能的了 run了一大段呢 就是壓迫呀 這個效率呀 高速的打法 那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呢 馬體會遲早呢 再輸多一場都不出奇的 不過呢 今季的成績呢 看起來呢 真的不算重要的了 就是看下能不能夠練到一個呢 新的套路啦 中短期進攻啦 多些控球在腳 不要再浪費體能 再進入更加深層次 更加慘烈的馬體會後為證啦 那我真是希望啦 希望你能夠好像有高譜那種的魄力 是夠膽去改變的啦 那來到這裏呢 大家呢 或者要改變的 就是本來不按廣告的朋友呢 希望大家改變啦 按廣告呢 按下廣告呢 在每一條片的裡面 保留住一定數量的 按廣告 彈廣告 按廣告 播廣告 不要鬆懈啦 因為這樣做的 才可以令到小弟呢 是有一個 是小小的收入 那就是 可以有尊嚴地生活下去啦 那大家呢 就可以繼續聽到我免費出片的 那希望大家不要鬆懈啦 也都改變啦 如果沒有做的 試一下開始做的 多謝這麼多位啦 好啦 這裏呢 就是要回答一些問題啦 有兄弟就是問的 為什麼呢 就是電腦那裏呢 會沒有廣告呢 那相信就是你部電腦那裏 那裏裝了個 Block Act的程式 檔廣告程式 那只要你認識了個程式的話呢 你會發現回 就是廣告 電腦的片裏邊有廣告出現的 就是電腦片裏邊有Banner廣告 那片的右邊 都會有些廣告 那大家可以 就click下去 彈到廣告視窗出來 就可以幫到手的啦 那另外手機那裏呢 就是片的下面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 大家按下去就可以啦 而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啦 那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啦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邊找廣告link click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link呢 就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啦 那手機的話呢 就可以右上角的 下一場波又再見喔 拜拜啦